目前已经发现了一处建筑机址 应该就是清平堡的中心楼的遗址 而且在中心楼遗址周围 我们还发现了大批的建筑机址 可以说城内基本上很好地保存了 当时明代清平堡的原始的布局和风貌 在整个明朝年间 发生战争的数量并不多 更多的是什么 是他们定期的护士 其实这就是什么 在长城延线或者在清平堡 在当时在整个历史中 它的和平的交往 民族的融合是占主流的 真正的战争反而是非常吃药的 长城恰恰是这两种文化 在这里边交流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子